我们这下讲的就是说 就是哲学 学哲学 什么情况下学到个头呢 学哲学 学到什么情况下 就是说学哲学的一个基本操作 一个真正的基本操作 真正的 基本操作 真正的基本操作 学哲学 真正的基本操作 像什么呢 像什么 像 第二人称设计游戏 第二人称设计游戏 它就如同一个第二人称设计游戏一样的 你们都玩过设计游戏 但是 你们 你们 就你们只玩过第一人称设计游戏 和第三人称设计游戏 第一人称设计游戏呢 那比如就说这个半条命 对不对 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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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哪个枪啊 什么 然后这个有个手 抓住这上面 手抓住这上面 啊 然后 另外一个手在这边 然后这边有个准型 啊 那边出了一个人 这个准型瞄准对准他 然后 打打打打打打 一击过来 准型对准这个人 打打打打打 对准一个第一人 第一人称 第三人称设计游戏呢 相当于什么 第三人称设计游戏 相当于什么 核金弹头对不对 核金弹头 是这个核吗 这个核 核金弹头 核弹头 核金弹头呢 是什么样的呢 是 啊 不是 它是 横板纵向的 第三人称设计有两种第三人称 对不对 有的那个是跟在后面的视角啊 你可以跟随一个视角 就是 一个头在这里啊 然后拿着一把枪啊 这样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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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控制这个人 跑来跑去 那这个是 就是从这个第一人切换过来的 切换过来的 啊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玩那个 上古卷轴 然后切一个第三 切个后面跟随 脑后视角 身后视角 看着你控制这个角色 然后打 那么第三人称设计游戏呢 这些核金弹头 是种的啊 就真正的第三人称啊 他是 比如他是这个 横板过关的啊 啊 你控制这个 打打打打打打 控制他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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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哪里 这样 那我要说的 你很难去设想一个第二人称设计游戏 对不对 第二人称设计游戏 就是你控制那个东西是画面里面的一个对方 你控制的你是这么一个家伙 他手上拿个枪 枪管子朝着你 枪管子朝着 要过来打你 拿这个枪啊 拿这个枪 这样吧 这个枪管子朝着你 要打你 但是 他是第二人称的 你扮演的是这个视角 你是这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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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你控制的 但是控制的是里面的一个角色 反而控制一个角色 然后你要控制这个 你视角中的这个角色 瞄准你啊 瞄准你 瞄准 木子旁 草头 瞄准你 然后打这个视角 打这个视角 打击这个视角 那不一定是打击这个视角 可能是打击这个视角的 默认他下面可能有个身体 或者他这个视角背后 还有个什么什么东西 那我就要说哲学 就是第二人称 设计游戏 就真正意义上哲学 反思性的哲学 批判性的哲学 就是说 他有意识形态 批判功能的 要就是可以从哲学 从意识形态中 走出来的哲学 或者说 他是一种 他这种解离性的哲学 解放性的哲学 我们要讲说 他这种解放性的哲学 如果我们说存在一种解放性的哲学的话 那么这种哲学就是第二 人称 设计游戏 设计游戏啊 第二人称设计游戏 同样 这个第二人称设计游戏呢 和第一人称设计游戏 第三人称设计游戏是一样的 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一般的生活 一般而言的生活 就是或者说 某种直觉性的生活 直觉性的 性的思维 直觉性的思维 不加反思的思维 不加反思思维 他就是第一人称设计游戏 第一人称设计游戏 那么被意识形态所控制的 被意识形态所控制的这个思维 意识形态下的这个思维啊 那他是第三人称设计游戏 幻想有个大他者的一个视角 幻想有个大他者 有个大他者的一个视角 有一个上帝视角 看着你在里面运动 那么哲学的话 他就是要突破这两者 把第一人称设计游戏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设计游戏 给他突破掉 那么他就是搞第二人称 第二人称他同样要瞄准 我们要讲呀 第二人称设计游戏里面呢 你同样要瞄准 但是你控制不了视角 视角你控制不了 你无法控制这个视角 无法控制视角 因为你能控制的是 是那个第二人称那个对象 但是你如何叫瞄准呢 就是这个视角 可以说是 他是不受控的 他是视角往这里 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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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里这样敞开 他是不受控制的 但是 你所谓的瞄准是要让你本身 你本身先走入这个视角 走入这个视角 让你自己进入这个视角 并且你自己作为对象 把你自己作为对象 进入这个视角 面对自己 什么面对自己 就是让自己作为对象 进入这么一个 不可动摇的观察性的视角 进入这个视角之后 你说你在这儿 但是这个视角里面 可能还有其他的东西 还有其他人 或者说还有其他东西 那你要通过你 你在这个视角下的一系列操作 一系列操作 让你凸显出来 通过一系列操作 让你知道 原来我能控制中间的这个东西 我能控制的是中间这个东西 一系列操作 让自己识别到 你在你这个视角里面 把握到的 这边有个盒子 那边有一个车 那边有个车 这边有个什么飞机 什么的 也要让你的这个视角 你这个视角是你的敌人 你知道吗 这个视角 这个无可动摇的视角 是你的敌人 这个无可动摇的视角 是一个敌人 它就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机器 你要在这个 这个视角下面 你自己要做一个对象 不停的动起来 不停动起来 就是我看一下 我能不能找找到那个那个图片 因为 我来看一下 我来看一下 能不能给你们给你们放一下 就是这这个 我把 来 就这个啊 就这个 你要动起来 你知道吗 相当于你要动起来 啊 你要动起来 就是 你是这个视角 这个视角可能它在自动运动 你控制不了 但是你可以控制这个视角里面的一个角色在那边动 啊 你你就是这个白色黄色砖块嘛 就是这个视角是一个黄色砖块 它都不停的贴近你 那你要控制这个 这个图像里面的这个人 要动起来 要动起来 当然它也相当于这个 这个你扮演是这个青蛙 你扮演的 你所扮演的不是这个机枪 不是这个机枪和这个准心 你扮演的是这里面的青蛙 这个游戏叫忍者蛙 这游戏叫忍者蛙 你看你控制这个青蛙过来 要砸 砸 砸中这个视角 啊 你们大致就能理解啊 就能明白 这是到底是个什么状态 哲学要做的工作 就是在一个视角之下 啊 要 要捕捉到自己 要瞄准到 就是要让 让自己 进入 哲学试域 要 要自己 进入 哲学 试域 比如说你这个外面这个视角 这个框框是黑格尔哲学 那你要自己进入到这个黑格尔哲学的这个里面 那你就要 看到你自己 你要 或者说 不是看到你自己 因为你控制不了这个哲学视角 你要让自己被看到 让自己被看到 让自己走进这个哲学的试域里面 你自己 你比如说我是个21世纪的90年代出生的一个人 我处在一个在我出生的时候成长过程中啊 这个社会民族国家的前现代性还是很强的 然后我对于伦理 对于啊 政治 对于国家 或者说对于一些意识形态 我还有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啊 一些偏见或者一些幼稚愚蠢的一些想法 在这过程中你通过挑战这些想法 突破这些想法 或者说你把这些想法给他描述出来 你可以在黑格尔的视角里面被看到 你可以让你自己在哲学的视角当中被看到 比如你是个海德格尔主义者 对不对 那你你那你进来了之后 你这个身上更多的表现的是古希腊 希腊性还是更多的表现的是这个 基督教 新教性 还是更多的表现成是美国式的消费主义性质 你要让你自己 你要你要让你自己在这个视角当中被看到 这是第一点 被看到了之后 被看到了之后 你要控制这个视角下面的这个个体去行动 他的行动就是用来打破这个这个视角的 行动就就相当于我们刚刚看那个忍者蛙 他外面是外面是一圈视角一个游戏的一个设计游戏的一个视角 对不对 那那个忍者蛙在这个视角里面他让自己被看见了 没错那个是另外那个视角甚至在瞄准他想要取消这个忍者啊 想要干掉这个忍者啊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忍于客体对吗 忍于这个对象 忍于这个客体 因为这里面在这个哲学视角之下作为客体被观察的是我们自己 我们要控制这个客体 拿个球去把这个视角砸掉 就叫第二成设计游戏 真正的那个主人公是在这个哲学视角之下可怜的那个家伙 可怜兮兮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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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青蛙或者说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小小射手 你要控制他用行动把哲学的视角给砸碎 攻击到他要就是要瞄准 这个这里面瞄准有两种 一个意义上就是瞄准 就是让自己被瞄准 让自己被瞄准 首先你要让自己被瞄准 就是被哲学所瞄准 你要让自己作为一个对象 作为一个客体被哲学的视欲所捕获 要走进哲学的视欲 其次当你进入到这个视欲之后 你确实比如说我是一个 我就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了 我在各式各样的地缘环境啊 或者说文化背景啊 意识形态背景啊 社会身份的 我进入了黑格尔哲学的视欲里面 我是黑格尔哲学下面被审视的一条狗 一个可怜兮兮的一个人啊 就这么简单 一个可怜兮兮的一个状态 我被看到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我说我进入这个框框了 我处在可谓瞄准状态 其次我要拒绝自己被被精确的瞄准 我不能被他那个准心碰到 这个视角上面有个准心 如果我如果我走 我控制这个我自己走在这个准心上 这个准心他他他他他 结果要把我打死 我要躲避这个准心 我要躲避哲学视角的一个准心 把我消解掉 把我干掉 把我杀死 我要躲避 所以这个标准里面还有 还有一个就是你要不停的躲 躲避的就是躲避这个 哲学的那种消解力还原力 那种完全取消你的这个 主体性存在 完全取消 把你完全就是变成 对吧 你不能让他死 你不能让他就是彻底的被描准 被干掉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要控制这个里面的个体去反击 反击这一视角 对于这视角进行反击 他要拿个球砸向来 往这里砸或者拿个什么枪子弹 往这里打打这个视角本身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我们就刚刚看到那个 你看这个忍者蛙 我操 这个忍者蛙 看到没有 他拿个球 想砸他 一砸 这边砸了一个坑 看见没有 这里砸了一个坑 在下面这个 这个逼 这个逼 你控制的是里面这个人 这个人在拿个枪 要把这个视角给打掉 蹦蹦 你看见的是这个视角 所看见的 你是作为一个视角在观看着 但是你 你是作为这么 里面这个视角当中 这个对象在生存 在存在着 在活着 你能控制的 你能控制的不是这个视角 这个视角是不可控制的 是里面的 哲学的那个视欲是不可控制的 而是里面的这个 这个个体 这个可怜稀稀的 这个被你这个视角都看不起的 说 你这个视角也是想要去瞄准它 想要瞄准 你看这边有个准形 想瞄准个人者蛙 把他干掉了 对不对 还朝人蛙发子弹了 但是你要控制这个人的手 要躲避他的这个子弹 要拿拿个球 砰砸这个 砸这个B 了解吗 所以这个才是 哲学的正确学法 哲学正确学法 就是要这样做 你在 你通过 你通过你主动的进入哲学的视欲 让自己在哲学中被看见 你被看见不是说 要被这个哲学 这个视欲的准形所瞄准 然后击败打死的 你被看见了之后 你要在这个视欲中 寻找 寻找那个子弹 或者寻找那个砖块 寻找 可供使用的武器 可供使用的武器 啊 要向这个视欲反击 要向这个哲学 视欲反击 向哲学 视欲反击 向哲学的这个视角 反击 这叫第二人称设计游戏 你要干掉这个视角 懂得吧 你要在这个视欲 在这个视角之下 做奴才的 或者做 做一个客体的 做一个对象的 做一个 呃 臣服者的 做一个次一级的存在 你要你要在这个视角当中 找到可供使用的武器 或者就是你作为你自身 你要向这个哲学视角反击 要砸碎它 要干掉它 要砸碎它 要干掉 比如说 你懂吗 就比如说 用黑格尔主义的视角 这么一个诗欲 框框 我看见我本人 我就是一个可怜兮兮的 一个什么 呃 市民阶级里面 停留在哪个 哪个层面呢 停在伦理层面呢 要去建设一些伦理建制的 让我的思维 停留在 可能停留在 在黑格尔看来 可能停留在某种 罗马精神 那个时代的 那我就找到一些东西 来砸 砸到它 那我砸到的东西 同样也是在黑格尔主义的视角之下 可以被看到的 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 一些论语 一些思维方式 一些对于 共同体 平等主义 他会在黑格尔看来 可能马克思主义 属于某种基督性 属于某种 甚至属于某种 日尔曼性 那你要找到那个东西 要砸 砸向它 you understand 砸碎黑格尔主义的视角 如果你是学新学的 你在新学的图景的框架之下 看见你自己 然后你自己要去找 这个图景框架下 同样类似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欲望啊 比如说他里面的一些 新学对于 他对于 视身阶级的一些 利益立场 不反思 不批判 对不对 那你要找到 找到这个东西 然后砸向它 砸碎这个视角 砸碎这个视角 了解吧 那这样就进行了一个 我们说在这样做的时候 实际上是进行了一种 视角的一个更换 或者视角的一个代替啊 他要把你引入的 领入门的那个视角 要把干掉 要把砸掉 我们在这个意义上 就要看待 就是说 那么这种哲学 是不是它处在一种 观看的暴力之下 观看的暴力 你就说这个哲学 如果这个哲学 是处在一个观看的暴力之下 那这个视角 一旦被砸碎 这个哲学就没有生命力了 那么绝大部分的 自然界哲学都是这样的 他这个哲学 就没有生命力了 那么好多哲学 他能进行这个 一二人称的 一第一第二人称的一个 对调游戏 他能进行一个对调游戏 你像刚刚那个里面 那个忍者挖拿个砖头 你控制忍者挖 拿个砖头 砰一下 把那个视角给砸掉了之后 他就会切换视角 切换成你的视角 就变成那个忍者挖的视角了 就变成忍者挖 有个忍者挖 他一个视角 看 看到这边有个什么炮台 一个炮台 一个炮台 被干掉了 被干掉 这是炮台 我画的炮台 我画的比较丑 你不要想到其他东西 炮台被干掉 他就会看到这个炮台存在 他这个一二人称对调的游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反过来 要重新 你要扮演这个炮台 让他炮台左右移动 炮台丢了一滴血 你要让这个炮台的左右移动 反过来 打到你这个忍者挖 就是 你要重新 要这样进入到一个生活的 一个实践的 实践的一个视角 生活实践当中 所预设的那些 价值 谱系 你要进入这个视角 然后去看待哲学 看待哲学 这个时候哲学要进行反击 哲学要进行反击 棒 又弄个东西 又打中这个忍者挖 这个炮台左右移动 忍者挖的视角下面 这个炮台左右移动 你这个时候 你要在控制这个炮台移动 你要在控制这个哲学 移动 也就是说 你这个时候 你是在调整这个哲学 你是在调整这个哲学 或者你在修正这个哲学 或者说你在创立自己哲学 或者使用这个哲学 你让这个哲学 它相对于这个忍者挖的位置 又在不停的转变 不停的变化 然后这个哲学又反过来 碰又打中这个忍者挖 就刚刚那个情况 就你想象一个忍者挖 砸到那个炮台的时候 这个视角一下子转过来 又变成忍者挖 看见那边那个炮台 那个炮台呢 但是这个时候忍者挖 你又不可控制了 那个炮台又可以左右控制了 又在 你又在哲学进行思辨了 在调整这个哲学 本身这个视角 发出点的位置 这个时候 你又控制那个哲学的炮台 哲学炮台 在左移右移左移右移 忍者挖不停的在扔 扔石头砸 他在生活的惯性 在否定这个哲学 忍者挖又不停的 在扔石头砸 这个时候 你控制那个炮台 碰一枪 我操 我真的被我自己击中 你又控制这个炮台 一下子 又又又击中了 这个忍者挖 又打中了这个忍者挖的视角 又打中了这个生活的视角 这样就不断返回 你知道吗 不断返回 这个一二人称的一个对调游戏 一二人称对调游戏 那我要说的话 就是 就其实 就你要去这样去训练 你 也就是说 你要在一个哲学范式当中 一个哲学范式当中 啊 让 你要进入 你要让你自己的 自己的生活 进入一个哲学范式里面 被描述 或者被描述 或者被瞄准 被描述 然后你试图去描准它 想要去描准它 想要去描准它 想要描准你自己说 卧槽 我的生活不过如此 但是你要让 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 要让你自己的生活 不能够被描死 不能够描准死 你要让你通过你自己的生活 躲避这个哲学 对你的描准 比如说你是海德格尔主义者 你在海德格尔的哲学的视角之下 看见了你的生活 就很他妈的庸俗 但是你又不能让这个海德格尔主义 的这个哲学话语 就这样描死你 你要通过你的自己的生活 活出一些 我们举个庸俗的例子 就是平凡的不庸俗 平凡的或者什么伟大 他也把这种东西 让海德格尔的哲学描不住你 然后你 你要通过做一些事情 一些行动 激到 打击到 就是你所理解的那种 比较挫的本正主义的那个视角 打击到这个比较挫的 本正主义的视角 了解吗 你不能让理论 描死你 然后你就不要生活了 那你就限于 你的理论描死你的话 那你就变成 那你就变成 我操第三人程游戏 或者说你 你就只能 去做第三人程游戏了 被理论描死 是什么意思啊 被理论描死 就相当于这个游戏 不是第二人程游戏 变成第三人程游戏了 被理论描死的话 反正这个人完全你的人生 就是在一个理论框架的注视之下 你是一个工具啊 要去打打打闯关 打打打 要在这个理论注视下 要去打这个敌人 要去打这个boss 又去打这个boss 又去打什么 这个怪 天上飞的这个怪啊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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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你完全就是这个理论视角之下的一个奴才 你对于这个理论视角本身是没有反抗力的 没有抗拒力的 你干不过这个视角本身 你就你就沦落为一个第三人程游戏了 了解吗 你不能秒死 但是你就说 如果如果说你根本 你根本不进入 你你自己的生活 你自己的生活 根本不进入这个哲学范式的这个视角之内的话 你就用这个哲学范式去不停的去 去抨击这个现象 抨击那个现象 打这个现象 打那个现象 那你这是这种自居啊 你无非是把你自己当成是这个哲哲哲学范式 然后用这个哲学范式去攻击别人去去去去去去 辱骂别人或者去比比别人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 你就又又沦为一种第一人程游戏了 又沦为一种第一人程设计游戏了 啊 第一人程设计游戏了 对不对 又沦为一种第一人程设计游戏了 你这两个东西 这两种模式再杂揉一下 那你就沦为一种就是 肩后 就后面有个大哥 看着我 我在在在干前面 在瞄准前面的 再去干前面的 那就变成后后肩视角的 第一人程设计游戏 或者后面就就就就就就就 第三人程设计游戏 后肩视角的那个 就是上古卷轴 那个拿个弓箭射 但是你可以看见那个射弓箭的 往前射的那个人 他不会射自己的视角 对不对 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要这样去学习哲学 这样去学习哲学 这样才能哲学才能变成生活 对不对 因为这样的 这样的 这个视角之下的这个对象 反击了这个视角 棒啊 一个石头砸过来 扔者蛙 一个石头砸过来 反击这个视角 没有被这个视角本身的准形 所瞄死瞄状状 反击了 一一旦反击成功了 那你又变成 你你的视角又变成 这个扔者蛙的视角 扔者蛙的一个视角 看见那边有个什么炮台 在那边 看见那个炮台在那边 那你就是要 你又变成一个扔者蛙的 拿着一个石头块 拿着一个石块的一个视角 拿着一个石头块的一个视角 然后你这个时候 你又是控制这个炮台了 这个时候这个炮台 这个哲学人格 这个哲学人就是个炮台 才是你自己 就变成你自己 而这个扔者蛙的这个视角 又是一个生活的视角 这个生活的视角 又是一个价值立场的 预设好的一个视角 这个生活的视角 他要在自动的 要去打这个扔者蛙的十字准形 要去打这个炮台 那你这个时候 你作为一个哲学的一个视角 你要控制这个炮台移动 不要让这个准形描住 不要用生活的逻辑杀死哲学 然后你又要用这个哲学的这个炮台 要打中这个扔者蛙 然后再反过来 再反过来 两边不停的循复 从循环往复 这样你的哲学就是 这样的 这个时候你的哲学和生活是平等的 对不对 你的哲学 你的哲学无非生活也提供一个视角 哲学也提供一个视角 生活当中的自己被瞄准 哲学当中 作为哲学的自己 哲学人的自己也被瞄准 双方不停的瞄准 不停的互相击打 互相躲避 那么这样就成为一个良性的 良性的一个反思性的生活 就变成一个良性的反思性的生活状态 也不停这样反复打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就是我现在要讲的就已经讲完了 那你就去这样做就行了 我们要在这里思考的就是说 这种这种看见这个视角 看见一个小朋友哪个东西 在打这个视角本身 打这个视角本身 或者是这个里面这个东西是被控制 但是我们想到拉康对镜像阶段的一个 镜像阶段 镜像阶段的一个分析 或者说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 那个孩子在被打 孩子在被打 看见一个孩子在被打 看见孩子在被打 实际上 我们说了 在弗洛伊德这边 看见孩子在被打的图像 一个父亲 一个爹 在打这个小孩 而要在打这个小孩 在打他 那么实际上这个图像 他就是自己被打 就是自己被打 无非这个图像就是从直觉直观性 从一个直观变成个想象 你自己被打的同时 你也会想象那个画面 就是有一个大人在打这个小孩 你也会想象到这个第三人 这个图像 明白吧 所以这两个图像 这两个图像是同一个图像 但是呢 他只要视角切换一下 他只要视角切换一下 切换一下 他只要视角定行某种切换 就可以了 就是说 孩子神经系统就有这种能力 他在被打的时候 他跟人同时看见 打他的那个人 的第一人称在打我 在打这个小孩 他也能看到第三人称的 这个有一个大人在打小孩的 那个第三人称的画面 明白吗 但他也可以看见那个大人 第二人称 看见那个大人的这个画面 所以我说最有创伤性的是 这个第二人称的画面 第二人称的画面是最有创伤的 最具创伤性的 第二人称画面是最具有创伤性的 小孩被大人欺负 或者说被某种成人事 不一定是真的被打 这个被打只是个隐喻 孩子的这个人称转化的 异象性的这个功能 实际上是发生自这个孩子 被这个成人世界 被成人世界的某种 创伤性的 创伤性的这个 爱遇的一个遭遇 所吓到了 爱遇的遭遇 但你的父母不一定是打你 他有可能就是冷落你 或者说他不一定是你一个成人 一个具体的人在冷落你 或者在打你 也可能是遇到这个成人世界的某个东西 比如说一个垫门 摸到垫门 或者说是一个这个 这个下楼梯的时候摔了一跤 那个楼梯的那个高峻的 那个那个险峻的那个样子 他都是就是看见小孩在被打嘛 那我就想说这里面的 这个孩子 往往他的那个在被 这种创伤性的爱遇的一个遭遇的话 往往就是第一和第三人生的一个切换 第一和第三人生的一个切换 第一人 第一人和第三人的切换 他能看见就是说 这个对方打他的 他是被被打的一个对象 或者或者不叫他 他能看见就是说 一个这个一个一个在打他 他能看见第一人看见 一个一个一个家伙在打他 但是他由于太痛苦了 这个创伤太痛苦 他立刻转向第三人生 第三人就是说 是在一个画面里面 是一个大人在打一个小孩 在打一个小孩 那个小孩不是我 是个否认 那个小孩不是我 那否认是另一个东西 他现在就是说 从第一人生我在被打 变成了一个对于一个局面的一个描述 这个局面就是第三人生画面 就是在想象层面 在你想象层面 就是你们有没有被打过吗 你被打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一种方式 让这个痛苦不那么痛苦 你就在你在操场上被人打的时候 你很痛苦对不对 那你就想一个画面 就在操场上 有一个几个坏小孩 在打一个小孩 你想象这个画面的这个时候 你就和你那个急切的 那个低人称的那个遭受痛苦 就拉开距离了 就拉开了一个距离 就拉开距离了 你就想象 就你被打的时候 你就想象这个在第三人视角 就是他就变成一个事态的描述了 就好像与我无关了 那个疼也不没那么疼的 或者说同样的 比如说你那个手 手上滑了一道口子疼的时候 他第一人生不停疼 疼疼疼就是疼嘛 但是你想象他那个口子 存在在那边 那个口子在在这样疼着 在在在某种特定的方式存在着 那个疼在涌现着 你这样去想的时候 他就越来越不疼了 第三人生可以把这个痛苦给他隔离掉 但你逃避的是个第二人称的 第二人称最具创伤性的啊 最具创伤性的 在第二人称视角之下 你是一个被瞄准 你是你是一个 你本身是一个被瞄准 但你能控制的就是那个被瞄准的东西 第二人称是最具有创伤性的啊 那你逃避第二人称的视角 绝大部分的孩子逃避第二人称视角 或者这个第二人称视角 他被逃避成就是说 第二人称这个视角被逃避成 就是说本来是爸爸在打弟子 被变成 就是本来应该是父亲在打我 或者说第一人称视角就是我 第一人称视角就是我在被父亲打 我被我被父亲打 我被父亲打 第三人称视角就变成啊 第三人称视角就变成这么个画面了 就是父亲在打一个孩子 父亲在打 在打一个一个孩子 那么第二人称视角 他应该是什么 第二人称视角应该是父亲 就是父亲的视角 父亲本身看见那个视角 父亲看见那个视角里面 没有父亲啊 只有一个小孩 就是有一个孩子在被打 有个孩子在被打 有个孩子在被打 有个孩子在被我打 你知道吗 第二人称视角在被被我打 但是这个自居可能就第二人称嘛 所以他这个不是我了 在被这个视角 视角的主人在在被视角主人在打 有个孩子在被视角主人在打 这个第二人称 这个画面太创伤了 都都掩盖了 就变成 我的弟弟在被打 另一个孩子在被打 不是我 有个孩子在被视角的主人打 那么这个孩子不是我 这个孩子是我的弟弟 或者说是我的另外一个 就是就变成有个孩子 第二人称是 第二人称是就是说 不是有个孩子 就是我的儿子在视角之下 在被视角的主人打 第二人称或者就是说 就是有一个视角的主人 在打着这个视角里面的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 就是其实就是我了 就在在打我 这个视角的主人 在打这个视角里面的 这个我 这个孩子 这是第二人称的视角 第二人称视角在打第一人称 在打那个主人 在打那个孩子 在打那个孩子 可怜的孩子 这个可怜的孩子是我 这是第二人称的真相 但这个真相太痛苦了 他就会变成 他就会变成 我发现了 他就 他就会自居为是这个视角 但是他不是打人者 孩子就会自居为是这个视角 而不是打人者 他会自居为就是说 因为我看见了一个孩子在被打 其实是他自己 其实是他自己 我看见了一个孩子在被打 不不不 其实就是他自己在被打 但是他这个时候被打得太痛苦了 这个第二人称视角太痛苦了 他就会自居为是这个视角 但是不是这个视角的 那个打架的那个主体 而就是视角的一个观看的一个主体 那既然我是观看着一个孩子被打 那这个孩子不是我 这个孩子就是另外一个人 那就这个第二人的视角 就会就会转瞬即逝 转到这个第三人的视角 就是视角的主人 打人的那个主人 或打人的那个人 不是视角的主人 他是视角当中的另外一个人 视角当中又会变成有另外一个人 在打 也就是这个视角的观看者是我 这个视角的殴打者的 殴打行动的发起者是父亲 父亲在打的那个孩子 是另一个孩子 可能是我弟弟 那么这个第二人称就转向第三人称 他这个第二人称这种反思性啊 这种就是说 就是 瞄准自己的那种攻击性 和那种痛苦创伤感 他就被逃避掉了 那么哲学就是要用哲学瞄准自己 但是你要逃 而且要反击 你要让你自己被哲学看到 但是你不能被哲学杀死 你要在哲学当中找到 哲学当中的生活性的要素 或者哲学当中现实性要素 就是那个忍者挖倒一个石头 然后把哲学的视角给摧毁 给击打到 但是这样一搞又又要反过来 又要反反过来 你要又扮演哲学 你要成为哲学的 因为这个哲学活动 本身是你的思的活动 是你的思维的活动 也是你本身 也是你本人 那么你就会转环成 你又扮演哲学人 哲学的你 你要找哲学理论性的一些东西 去击打那个作为生命的 生活的实践的 那个你 也要找到石子 砰 要去 你又变成一个哲学人走啊 要找一个 或者一个哲学大炮 你要找一个炮弹 然后怎么样的 在哲学中找炮弹 要去打那个生活能走啊 就这么一个往返 这么一个往返 好吧 那我就讲到这边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思维方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是极重要的 极重要的 你必须进行这样的训练 必须进行这样的训练 你才能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作为资产阶级意识的哲学 以及摆脱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 这个哲学话语 那些庸俗的哲学话语要摆脱它们 这是极重要的训练 好吧 就讲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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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